截至2024年的3月31日 香港是有16459名醫生 即是每一千個人口裡面 只有2.16個醫生 這個比例是遠低於其他的先進經濟體 而公營和私營體系的醫生人手 是各佔了大約一半 不過公營系統 就提供了全香港九成的住院服務 為著舒緩公營醫療體系 尤其是公立醫院醫護的壓力 政府正正是致力推展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發展我們的基層醫療 增加資源人手 以及改善我們的服務效益 政府近年是大力地投放的資源 在培訓醫護專業人員方面 不同的醫護專業的培訓學額 是由2017至2018年的大約4,000個 在六年之間大幅增加了五成 去到2023、2024年度的大約6,000個 除此之外 計著早前的我們修訂了醫生住宅條例 開闢了新途徑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我們亦都先後向立法會提交了條例草案 引入非本地培訓的護士和牙醫 去到開闢新的途徑 亦都是正正探譜引入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 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投入醫管局以至衛生署去服務 我們是會盡快地提出修例的建議 醫管局早前亦都成立了持續發展的專責小組 審視包括人手短缺在內的一些挑戰 並且是制定策略和推行多項的措施 吸引、培訓以至挽留我們的人才 當中是包括了加強招聘本地的畢業生 逐聘退休人員 以及招覽非本地培訓醫生和兼職人員等等 同時亦都增加了培訓和晉升的機會 推出員工置業貸款計劃等等 這些措施已經初見成效 2023、2024年度 醫管局的醫生比之前一年 增加了超過260名 而離職率亦都由2021、2022年度的8.1% 是回落到2023、2024年度的5.2% 都由我永遠都被調整 零約定前第5個 最終的時計劃 表面的眼淚 水旋、2024年度對�